第五十九集 众人听了都是心头一亮 这四个这法子几乎了大体 又防了日后之患 眼前三个上书房的人 却一个也不得罪 魁搭请客之间 就想得如此周旋 嗯 康熙微笑汗手 转了话题 问 印似道 你病好了吗 朕前些日子 着人看了 赐的人生用了吗 还好吧 印似一门心思的 是来探望康熙 对立储的主意的 前头大臣们 那些话没往心里放 只觉得印针说的是 四面 净 八面光 心里 有点好笑 因康熙问及病情 忙道 儿子 因调养不周 头 略晕悬心 并没有什么大病 假之二哥出事 儿子 也心虚不宁 前头万岁赏的药 用过之后 觉得好多了 身上 也受用了 特地进来 请安卸赏 这些话 和前头 义正气氛 悬殊太大了 不但康熙 其余的人 见他无故提起 印人被废 也觉得 压抑难忍 康熙心境 本来颇好 被八个几句话勾得是浑身不自在 笑道 你这话齐啊 朕不明白 你的病 居然与二阿哥 相通 他出了事 你心绪不宁 是怎么了 这话说的是很重的 康熙眼中 冷光 也使众人不寒而栗 众人不禁地面面相去 阿玛 印刺也没有想到 鬼使神差的一开口 就说冒了头 忙跪了道 是儿子不好 不该说方才的话 康熙哼了一声 哼 眼为心声 朕倒以为你说的是 真心话 你为二阿哥出事 心绪不宁 常情中的事吗 做什么要认错呢 你必是想着 上次太子被废 你受取欠 结果 讨个大没趣 这次他又废了 你大约觉得又该举荐你了 可是的吗 这些话是句句竹心呢 康熙说得又快又响 连猪炮似的 垫上众人呆若木鸡 头 真的是嗡嗡作响 阿玛圣剑 印翔心一横 索性磕了头说道 无论是上次 还是这次 儿子都没有暗中运动啊 儿神在威夷之中 自然心中不安 这都是儿子 不学无数之过 放屁 上次朕有旨意 翘 百官推荐 这次 并无旨意 百官也没推荐什么人 你何以自感不安呢 艳似俯伏在地 哽咽着说道 父皇 如此说 儿死无葬身之地了 没心自问 儿光明磊落 于父皇 并无一丝一毫不敬之心呢 不知何故 失爱于父皇 竟这疑心儿子 到这个份上了 说着再忍不住了 呜呜员员地 竟自失声痛哭 康熙见他这样 设身处地地 为阴似想想 不觉灰心 翠探道 你也不用这样 一般儿了 是朕的骨肉 你但凡能 刻进仁子笑道 仁臣忠道 朕为什么叫你过不去 只你今日 武断挑起来 说什么 费了二个 你心虚不宁 气体发挥 试探朕义 岂不叫朕寒心 艳似此刻 已经冷静下来 他为试探而来 这些话 听去 仍是难以琢磨 隧道 父皇寄疼儿子 儿子心想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也不过如此 如今 处在两难之地 想办差事 或者出去带兵 孔仁说 儿子揽权自重 心还意志 想 想削发 批姿 入山避世 又恐 横招物意 有伤父皇 仁慈之心 死来死去 总无实权之道 请父皇云儿臣 告病敬仰 以表心计 康熙本已平缓了情绪 听印刺绕弯 仍是百折不挠的试探 不禁又来了气 冷笑一声道 哼 你可真是弃而不舍啊 看来今日 打定主意 要讨个底了 朕只能告诉你 君子坦荡荡 小人 长七七 你心地光明正大一些 安分做你的八业 伴差带兵 都无不可 要一味地试探 做和尚 也由不得你 装病 也由不得你 皇阿玛这话太过分了 印提心中打定主意 要气气扛息 听到此处 扑通一声跪道 仰脸说道 说这话 比婉心还难过呀 虎毒还不适儿呢 可怜八哥 素来人望好 倒吃了千类 这次印人出世 越发吓得一人不敢见 二门不敢出 不得已 而来向阿玛 讨个全生活命之道 这不可怜吗 如今 既然连装病出家 躲灾 都惹万岁生气 那还不如一刀宰了他 何等省事呢 他夹七夹八得意洋洋的 还要往下说 旁边的印丝 已经被吓得是面无血色了 只叫了一声 十字笛 你少惹祸 你不叫我活了吗 说完 身子一晃 已是背过气去 店上众人早已 吓得是木雕泥塑一般 竟没人敢来扶一把 康熙气得 脸如金纸 身子一则要倒 行年 李德权 忙抢上来 扶着 不料康熙 腾得乐器 每人披脸就是一掌 打翻在地 方包刚说了句 万岁 自吸龙体啊 也被康熙断喝一声 你不要管 康熙浑身剧烈地抖动着 凝笑一声 用呆滞的目光四处搜寻 良久 一跺脚 月之壁旁 摘下 那柄欠珠 楼金的天子剑 素长是摆这样的 我 奉有专指钦差 出兵放马 赐予大臣 便宜行事时才用 抖着手 看了看 蹭地一声拔了出来 见了韩森森的剑光 众人无不吓呆了 张廷玉大叫一声 万岁 不可 俯伏在地 连连顿手 马骑一边跪下 一边回头 对印提喝道 还不赶紧谢罪 印提高傲地昂起头 不懈地瞥了一眼 宝剑说道 有死而已 康熙叫 骂道 好 好畜生 带药过来 却被印其死死地 搂住双膝 哭着哀啃 好万岁 好父皇 你 你 五二个素日 忠厚普勒 卓瑜言辞 此刻又急又惊 越发连话也 说不胡论了 说话间 康熙暴怒地 一脚踢开了印旗 挺剑要刺 方包轻急大喊 印提 小兽大走 微笑 还不快跑 喊着扑到 康熙的面前 扎煞着手拦着 大哭道 皇上啊 你醒醒神 从中处之不迟 那印提早扣了头 一漏烟地走了 康熙看看 晕在地下的印寺 又蒸蒸望了望殿外 忽然 当 气剑在地 仰天连叫 大地 大地 你不爱朕吗 为什么 叫朕功成名就 你爱朕 何苦又降下这群猪狗 来折磨朕 他迷惘失神的眼神里 泪水直往外涌 又嫩嫩地道 武先生 你在哪里啊 你告诉龙儿 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 武先生 是康熙幼年 启蒙师父 武次幼 康熙一生的事业 学问 惦记于此人 康熙小名 叫龙儿 也只有 他奉了特职 有权 如此称呼 此事 已过三十余年 除了马骑 张庭玉 盈盈绰绰 知道 一点内情 别人呢 都不晓得 康熙是什么意思 印针见 殿中还躺着一个印寺 康熙 不发话 大臣们 不好处置 他忙吩咐行年 省个春袋 把八业 抬回府 再到太医院 叫医证 给万岁看卖 另叫个御医 去廉亲王府 众人七手八脚地 将气得半死的康熙 扶到炕上 为康熙俯胸 锤尖 捏腿 口中轻声地劝慰着 康熙半躺在大营枕上 闭着眼指不言语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才深深地虚了一口气 这张廷玉呢 略觉放心 上前含泪轻声说道 主子 您得保重啊 今儿这事 是 话敢话 急不择言 忙不择行 都越奴才 事后不周啊 十四阿哥说话浮躁梦了 也怨不得您生气 知其子 莫如其父啊 十四阿哥 执人快口 您得体恤他 更得体恤自己啊 皇上万金之躯 气着了 不是臣子之腹 您要有个 哎 叫奴才们 怎么办 论免赴睡的事 你们参着个 你个找书吧 明发吧 康熙喝了一杯热酒 精神 剑刺恢复过来 只是身上没有气力 咳嗽了两声又道 还有 露拢旗子走语 丁银天赋合一 允其试着伴 天下这么大 各处人世不同 不可一概而论 至于应提 您也不用劝了 朕 方才起婚了 拿着他发作 其实主谋还是隐私 这素日其实 倒欢喜十四阿哥 敢作敢为的 映真不禁呆了 父亲方才震怒的痛不欲生 竟这么快 就清醒过来了 他垂腿地手顿了一下 又轻轻柔柔地按着 说道 阿玛这会儿 别想事了 老神太过有伤龙体啊 可是婷语说的 您老人家有个长短 儿子们 可靠谁去 今儿差点 没吓死儿子 说着泪水走猪般地落下 醒了一下 又道 就是巴阿哥 也未必那么坏 他有他的难处 您多多体恤 儿臣们 就受拥不尽了 隐私居心如此 真令人寒心啊 康熙闪了印针一眼 抓牙锋利 羽毛丰满 盘根错节 一呼百应 阴陷到了极处 极震 一决的心境 他畅望着 垫顶的早景 谈道 唉 一个人 能把众人摇买到这种地步 也不能说 不是长处啊 四个 你素来成效 只是坐视过刚 不必 怨闲啊 这一条 你得学人家 印针 心里一热一轰 浑身的血 周流冲折 耿叶道 儿子 都记住了 康熙坐起来 抱歇 陈吟良久说道 京师的迎兵 要调一调 外头的总督 将军 也要调一调 嗯 京师调兵不调官 外头调官 不调兵 可一省点钱 又不知找什么风声 马其 你写一个调陈 朕 亲自斟酌 扎 马其声音大的 连自己也吓了一条 不是朕多心 朕不防备 日后一旦身体不支 必有人 称兵 邪难 逼真 逊味 其所 庸立之人 必是 八颗隐私 他 扫尸一眼紧张的 脸色苍白的众人 叹息一声 又道 真有 这种事 劝你们 也不必 当什么 忠臣烈士 为了 永乐境难 死了多少 职尘 几百年 翻不过身来 真垂老之人 唯有 养药 寒笑 以目而已 说吧 山然 垒下 众人听康熙 把事态看得如此严重 细思之下 都有点不寒而栗 应征室泪气道 阿玛 这样看八哥 他还有活路吗 如今印诗 印翔 都已幽闭了 印人更不必说 只怕今生今世 难得翻身呢 八哥 也不过仗着人缘好 惩着二哥这件事情 多少 有点非分的想头而已 要说他能 成兵造反 儿臣愿拿身家性命担保 断乎不至于他 马骑也劝道 皇上 四爷说的是 奴才 也敢担保 八哥 不至有窜逆之心 奴才心想 空着太子位 日子久了 总不是事 早早定位 做次有主 旁人 就不至际遇了 印针听得 心里咯噔的一声 却低头 装作不理会 二阿哥算什么 印人备乱 屡失人心 不过是个阿斗 八阿哥 出身为奸 人心一接再结 牢不可破 肩不可摧 此人之险 百倍于印人 康熙却不理会 印针的心事 只顺着自己的思路 说道 人缘好 原是好事情 如心术不争 欲是人缘好 欲乱帮 祸国 王芒 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正说的伤心 无奈 却见张五哥跨进殿来 捏如了一下 默默 一礼 便退至一旁 康熙问道 有什么事吗 五哥忙 陪笑道 太医院的 贺梦府 奉鸣 进来要给主子看卖 三阿哥 六阿哥 九阿哥 十阿哥 还有十七阿哥 带着十四阿哥 地牌子请见 说 十四阿哥 今儿冲犯了圣像 这会儿 后悔不跌 都在 龙宗门外 跪着呢 想起来 情安谢罪 又怕主子脑子 叫奴才进来看看 船 贺梦府心来 别的人 一概不见 朕用不着 这些假行星 假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